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刚刚提到的财色明十岁 这一些诱惑要能够抵挡得了 那其实要防围杜鉴 所以像色的诱惑 地址规当中就有很多金句 能够让孩子面对这样的诱惑 能够跨过去 能够不备迷惑 包含德有商宜亲修 还有居有常业无便 他面对自己经营家庭 他有一份责任感 夫妻之间懂得恩欲报 记住彼此的互相扶持的这一份恩德 也不会洗心厌旧 勿厌故勿洗心 而且地址规又说 斗闹茶 绝物尽 非胜疏 禀物事 让这些不好的缘 孩子懂得去避开这些场所 不要去受污染 这个都是从小扎这个范围杜鉴的根本 还有明 这个好明 极有能勿自私 我们有能力不是拿来求明的 是拿来服务大众的 人所能勿亲之 人家有能力有才华 我们成人之美 不去嫉妒 不去障碍 不去伤害别人 谋取自己的官位 利益 这样的事不干 然后不会因为 有了这个地位之后 晕头转向 会想到 闻欲恐 闻过心 质量是贱相亲 知道要把这个事情办好 一定要听得进去 别人的这些劝戒 这些忠言 他有这个谦卑的态度 受教的态度 就能够在他的职位当中 把事情越办越好 越圆满 再来食 食物当中的欲望 弟子规相当中告诉我们 食事可物过者 假如太贪着这些美食 很可能会把身体给搞坏 所以现在 几乎都是文明病多 病从口入 现在也没什么营养不良的 都是营养过剩 所以懂得爱惜身体 身有伤宜清幽 就不会把身体糟蹋成这个样子 那其实现在食物 也跟我们整个大环境 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这个谨慎 不只是在自己德行当中要谨慎 这个地球是养育我们的母亲 所以爱护地球 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共识 要谨慎地对待大自然 所以因为最近科学家一直在关注 这个温室效应很严重 像今年 最近的天气 大家都感受到了 前几天 温度还拉到三十度左右 像我听到这个海口 都已经到三十几度了 结果瞬间又掉到十几度 所以这样天气的异常 都在透露 温室效应的严重性很大 这个四川前几天还下雪 福建下冰暴 这些都不是很正常 因为温室效应以后 各地异常 气温异常的现象会越来越严重 所以能够防止温室效应持续恶化 那已经是我们每一个 生长在地球人的责任 责无庞贷的责任 所以我们现在能节约能源 尽量减少能源浪费 因为能源都 比方发电 这个火力发电 那都会制造很大量的二氧化碳 所以我们节约能源 就能减缓整个温室效应的恶化 所以现在能省的能源就要省下来 所以我们能不开车 能搭乘大众捷运系统 那我们就尽己之力去做 那因为恶化的形象很严重 所以很多国家都高度重视 英国他们就提出来 假如温室效应的情况没有改善的话 英国考虑全国都吃素 那大家一定很意外说 吃素跟温室效应有什么关系 因为假如我们大量吃肉 你看这些牛跟羊 它就必须要饲养 所以光是美国饲养的这些牲畜 那都是它总人口的几倍都有 所以你看那个上亿的这些牲畜 它就必须要砍去很多的原始森林 来续养这些动物 所以原始森林都砍掉了 那森林就好像地球的肺一样 所以这个肺都越来越小了 就不可能把恶氧化碳转变成氧气 所以更多的恶氧化碳 没有办法转成氧气 所以就越来越严重了 而且养一头牛 它一年所产生 它要呼吸 它一年所产生的恶氧化碳量 超过一台2000cc的轿车 所以这一些深处所产生的 这些恶氧化碳气体 是温氏效应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所以假如人们这个大量吃肉的习惯 再不改过来的话 那这个问题就没有办法制止 而且我们今天要得到一斤的肉 相当于要拿十斤的骨类来养这个生畜 才能够得到这一斤的肉 所以因为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英国还有好几个国家 一公斤的肉 那不如就吃这十公斤的粮食 所以他们全国吃素 结果那几年吃下来 英国人的高血压 糖尿病 心脏病 快速下落 人民的身体素质提升不少 结果后来二次撒旦结束了 这些国家的饮食又恢复到战前了 结果高血压 糖尿病 心脏病 又快速升起来 所以真的是病从口入 所以英国他们知道 吃素可以减少这个二氧化碳 这些深处排放二氧化碳的量 所以他们已经考虑 有可能 假如恶化的话 有可能要推行全国的吃素 所以英国毕竟 它是一个文化很悠久的国家 它对于这个世界 都有一份这种责任心在 所以我们都 在读书的过程 都知道地球已经变成 一个村 所以地球的市 就是我们自己的家市 大家应该都有这一份共识 来减少温室效应的恶化 那有一个骗子 是前美国副总统高尔 他到世界各地 了解这些温室效应的严重性 还到了南北极去了解 南北极的冰 融化的速度越来越快 所以我们今天当下能为了这个地球 少一些资源的浪费 少一些恶氧化氮的排放 这样的心是为天下人着想 这一份存心呢 那一定会给自己啊 也会给后代子孙呢 带来很大的福分 假如不改善了 那那个水淹上来了 所有沿海最发达的都市 都很难保证啊 不被海水淹掉 那个时候就体会 那个时候才体会到 严重想要来挽救 可能都为时已挽 所以现在听说很多人啊 他了解到这个严重性 自己都过了最简朴的生活 能不开灯呢 尽量不开灯 能早睡早起 利用这个大自然的 在阳光的光明 多省一些能源 好 这是我们讲到食物的部分 还有睡觉 这个睡得太多呢 也是一种欲望 所以人之所以要睡很久 才睡得饱 那也是一来人生没目标 恍恍惚惚啊 迷迷糊糊 所以弟子规学了之后呢 亲所好利畏惧 对父母有个责任心 对社会有个责任感 他就不会糟蹋他的时光 弟子规上又说到 朝起早 夜眠此 老义至 习此时 这个都是珍惜光阴 从这一些教诲当中呢 扎下了这个基础 好 我们讲到的 谨慎为保家之本 不只在这些欲望当中 要谨慎 甚至于自己的起心动念 都要是跟 道义是相应的 因为 我们的小孩都很敏感的 跟我们 相处在一起 我们的念头不好 都会影响到他们的人格 所以起心动念要谨慎 还有一言一行要谨慎 所以言语的谨慎 也相当关键 在孔夫子的教诲当中 四个科目很重要 德行 言语 正式 文学 这个言语就站在第二位的重要位置 那我们自己言语有没有谨慎呢 也值得我们来关照 所以言语应该要注意到 这些地方 应该少说抱怨的话 多说宽容的话 抱怨带来记恨 宽容乃是智慧 我们都知道 家和万事心 假如不宽容很刻薄 家怎么会和呢 所以能懂得宽容的人 那都是能为大举着想 那个是智慧 我们看到这一句呢 可以感受得到 你看一个言语的态度 是抱怨还是宽容啊 那所造成的影响差别就很大了 你看抱怨带来的是对方的记恨 当一个家庭里面呢 都是互相怨恨的话 那这个凶向一路啊 这个不可能家风能够好的 那我们冷静地来观照 我们自己有没有常讲抱怨的话 当我们常讲抱怨的话呢 上一代的恩怨啊 会留在谁的心田里面 你看我们都不够谨慎哦 说话一出去了 也搞不清楚会造成什么结果 一言一行呢 都像种子 都像一颗种子哦 就种在自己的人生 也种在孩子的心田 是恶的种下去了 以后会赶恶果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人呢 在学习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要懂得仁爱啊 懂得对人关怀啊 很多年轻人心里有障碍 我怎么对人啊 都爱不起来 对人都信任不起来 他的障碍从哪里来的 追本溯源 就是他在家里面呢 父母不谨慎 常常呢 这个婆婆哪里不好 小叔哪里不好 小姑哪里不好 把这些抱怨的话呢 都在孩子的面前讲 孩子面对自己最亲的亲人呢 都记得对方的不好 甚至母亲的这个记恨呢 也影响了孩子 所以面对自己的奶奶 或者是面对自己的姑姑叔叔 都有那一份恨意 你看这个孩子的人格能健全吗 这个孩子连自己最亲的人都 都关怀不起来 都信任不起来 他怎么又去信任别人 所以少臣若天性啊 我们是让孩子一辈子 对人都是一种怨恨会幸福呢 还是让他对每个人会感恩 才是会幸福 这个都要看得很清楚 我就回想到 我整个成长的过程 听到母亲呢 在跟我们谈的一些话呢 我们也是很感恩母亲的教诲 像小的时候呢 就常常告诉我们 说你们在很小的时候啊 晚上呢 哭闹 不好好睡觉 妈妈隔天啊 就要教书啊 体力上啊 也负荷不过来 所以爷爷就会 叫我先去睡 然后呢 爷爷呢 帮忙 我带你们 爷爷就用 这个用 本来是用手摇摇篮 后来爷爷想睡觉了 接着就用脚摇摇篮 睡着了还可以用脚在那里摇摇篮 功夫都练成了 你看呢 当母亲讲到这一段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两三岁 不可能有这个记忆 可是母亲呢 一遍一遍的把 把爷爷 把长者的 对我们的关爱呢 给我们娓娓道来 这对我们的心灵啊 对我们的人格影响很大 我们就很自然的 都会记住这些长辈 对我们的恩 能记自己家人的 对我们的恩 自然 踏出这个家门啊 也能记一切人 对我们的帮助恩等 也会说到 像我的叔叔啊 我的姑姑啊 他们在我们小的时候 我们生病了 送到医院了 他们在 这个病房外呢 非常焦急的 急到呢 都 掉下眼泪来了 所以这一些话呢 对我们的心灵啊 都是很触动 所以我跟 我们跟 几个叔叔啊 还有姑姑的感情 就特别好 所以不止 不说抱怨的话 都要说感恩的话 让自己 让小孩 都是活在感恩的世界里面 然后多说 宽容的话 能够成为一家人 都是非常难得的缘分 所以我们珍惜 这个缘分 彼此能宽恕 彼此爱护 那我们宽容他人呢 那绝对不是 求别人呢 来对我们好 那是做人的一种态度 所以宽容呢 能够让家庭和乐 也能够让整个团体和乐 所以以前的这些读书人呢 都知道人和的重要 所以他在朝为官呢 不只不会讲这些抱怨的话 不会讲这些是非的话 他的实时都是 能够以和为贵 所以在宋朝啊 有一位宰相叫王诞 他的度量很大 他的太太呢 曾经有一次心里想 从来没有看过王诞生气 所以他的太太就想要试试看 他脾气到底好到什么程度 所以就安排他家里的这个女仆人 端着一个热羹 热羹汤端给他 然后呢到他的面前 就故意不小心 然后就把这个羹呢 就燃在他的朝服上 他穿着朝服正准备要去上朝嘛 结果倒在他的朝服上啊 这个王诞呢 马上站起来 然后呢 说到 有没有烫到你的手 你看他度量这么大 不只没有生气哦 反而马上就是想到 对方的手有没有烫着 所以真的哦 一个人有这么大的修养啊 他的家里的人哦 个性再不好 一定都会被他给责服了 都会被他给感动了 所以有这样的德行 那一定赢得妻子 赢得家人对他的那种佩服 知知然然效法他们 所以他能骑驾 他也能治国 所以他当宰相的时候啊 另外一个臣子扣准 常常呢 都会对他所做的事啊 给予一些批评 给皇帝呢 敬眼 批评 王诞这里做不好 那里做不好 后来呢 皇帝呢 就对着王诞讲 说你看呢 扣准都常常讲你的坏话 这个时候 假如是我们 我们会怎么做啊 假如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扣准 也揍他一笔 也说他的坏话 这个时候呢 朝廷里面就很可能就适合了 那就 枉费呢 我们再朝为官呢 再朝为官最重要的就是利益 朝廷利益人民才对了 王诞当下就说了 说皇帝啊 我当宰相这么久了 一定有很多做得不好的地方 所以扣准呢 是为了国家好 给我批评 所以我要虚心接受 你看这一席话讲完啊 皇帝的内心会不会很感动 佩服这个臣子 这个话在传到扣准的耳朵里面 那彼此的那种 这个扣准的那种 对王诞的那个不满 那就烟消云散 所以后来呢 这个王诞呢 完全不计较 甚至于呢 还是自我反省 那后来啊 扣准有一天就 给这个王诞讲 说能不能推荐他当宰相 就是自己去要 这个宰相来当 我们一般人想 可能会觉得 哎呦哪有人 自己主动去要宰相的 其实我们真的 冷静想想 宰相好不好当啊 每天日里万区 压力是很重的 所以扣准去要求当宰相 并不是去贪这个公民 贪这个富贵 而是他真正有能力 也想去为国家付出 但是呢 王诞就回答他了 说这个宰相 不是这样要得来的 泼了他冷水 结果扣准呢 心里就有点不舒服 后来扣准呢 还被皇帝啊 扁啊 扁到青州去了 贪到离朝廷很远的地方 去当那里的一些小官 其实扣准是很正直的官 有时候 敬见呢 皇帝不能接受 所以就被贪得很远 然后刚好呢 王诞呢 年纪也大了 临终的时候呢 皇帝就问了 说谁能够当宰相 王诞马上说扣准 当皇帝听到扣准的名字 眉头都皱起来了 因为呢 其实皇帝也很怕 很正直的臣子 因为这些正直的臣子 一看到他的错误 马上呢 直言不讳 就给他批评下去了 所以面对这样的忠诚 心脏还要很有力量 不然那个会受不了 所以曾经啊 这个皇帝跟扣准 他们在商量国家大事的时候 皇帝呢 这个性质呢 压不下来了 很烦躁 说不要讨论他 明天再说 那皇帝就站起来 走了几步路啊 这个扣准就追过去 把他拉住 把皇帝拉住呢 然后再拉回来 然后对着皇帝讲 现在讨论的事情 攸关人民的安危 假如今天不讨论完 很可能就有人会饿死了 所以今天你一定要讨论完 才可以走 然后就把皇帝压在位置上 坐好 你看几个皇帝 能忍受这么正直的大臣 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可贵的地方 宋朝的皇帝很有修养 面对这种忠诚 不敢乱发脾气 其实这个原因也在于 他宋朝开国的皇帝 对读书人尊重 这个宋太祖 赵匡 他们都是很喜欢读书的 宋太宗 他们都很热爱 这些古圣先贤的教会 所以间接 对读书人也很尊敬 也赶来 宋朝出了非常多的大臣 非常多的这些忠诚劣士 这个也是来自于 他们宋朝开国的皇帝 种下了这个尊敬读书人的因 赶来这么多好的忠诚的协助 所以这个种因得果 这个是丝毫不爽的 所以皇帝一听到扣准 也不大愿意把他找回来 所以接着又跟王诞讲 难道只有扣准吗 没有其他的人了吗 接着这个王诞就说了 除了扣准以外 臣就不知道有谁了 接着就走了 大家想想 这个皇帝后来会用谁 明明很不愿意 为什么用扣准 因为皇帝的旁边 都有太史在记录 都跟在皇帝旁边 会记录 皇旦叫皇帝用扣准 假如他不用了 他对历史没有办法交代 到时候用了不好了 把国家给搞乱了 他就留下万古的骂名 所以有碍于要对历史交代 不得已又扣准 结果扣准来了之后 也很认真 治理国家的正事 然后就对皇帝讲 皇帝很感谢你对我的重用 结果皇帝就说了 又不是我要用你的 你知道是谁要用你的吗 扣准也猜不到 后来皇帝说就是王诞 临终前推荐你的 我们可以想象 那个扣准想 我都讲他的坏话 他不止没有跟我计较 还提拔 你看那种 王诞那种度量 那种宽容的德行 留在扣准的心中 那是一辈子都忘不了 甚至于这一份德行的感动 会让扣准以后 也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他 你看我们很多的人 走上这个教育这一条路 都是因为老师 他们的教导他们的老师 那么有爱心感动他们 所以他们也要传承 老师这一份精神 我曾经也遇过一个校长 他非常的认真 非常负责 他很小 母亲就去世了 你看一个孩子那么小 就失去母亲 对他的这种心灵 是很大的一种创伤 刚好他小学的老师 非常有爱心 所以他那种难受 就转移了 把这个老师 当作自己的母亲看待 老师也很照顾他 然后老师还安排一个 智力比较差的女同学 跟他一起做 让他用心去照顾这个同学 所以你看他一来 感受到老师的爱心 二来老师的安排 又让他扩宽他的心量 所以后来他也走上了教育的路 现在也是当校长 所以你看那个精神都能够沉传下去 所以我们人生的价值在于 我们这些好的德行 好的精神 能否沉传给子孙 能否沉传给这个世间的人 假如我们当老师了 那就能沉传给更多的学生 我们是当一个企业主 企业家 我们这些精神 对社会那种 取之社会 用之社会的服务精神 能不能留给我们的这些部署员工 让他们继续沉传下去 这个就是我们这一生的价值 这个是我们讲到 这个宽容不只让家庭和乐 在同朝为官的时候 也能够让整个政治风气能够和乐 为大局着想 这是人生相当重要的一个态度 不能为大局着想意气用事的 那很可能小事都会变成大事了 这个是少说抱怨的话 多说宽容的话 少说讽刺的话 多说尊重的话 讽刺显得轻视 尊重增加了解 少说伤害的话 多说关怀的话 伤害造成对立 关怀获得友谊 少说命令的话 多说商量的话 命令只是接受 商量才是领导 少说批评的话 多说鼓励的话 批评造成隔阂 鼓励激发潜能 在论语里面讲 一言新邦 一言上邦 所以一个言语的态度 对跟不对 产生真的是天壤这边 我们看到少说讽刺的话 敏南话说 不要跟他打架了 不要跟他打架了 成就一件事情已经不容易了 行白礼路半九十 所以我们应该是多给人家鼓舞 而不是去讽刺 而这个讽刺的话 让孩子听了 或者是让其他的人听到了 对对方就轻视 不尊重 所以这个对人尊重很重要 因为近人者 人恒禁止 但是假如我们习惯讲这个讽刺的话 那给这个同仁 以至于给下一代的影响 就是他们很难对人恭敬 一对人失去恭敬心了 那对人 他就很容易对人无礼 他就不知道会增加多少 无形当中的阻力了 所以我们人跟人相处 对人都要有一份真诚 一份信任 因为人之初 信本善 我们都相信 每一个人本善 都有无穷的智慧 能力可以开发出来 所以我们站在一个 协助成就的角色上 不要去讽刺别人 因为讽刺显得轻视 别人一定很难受 但是尊重 增加了解 比起尊重了 就容易信任 交心 然后就能够给予他 很多中肯的劝告 所以不要用讽刺的 用尊重 用一份诚意去谈话 少说伤害的话 多说关怀的话 这个伤害的话 俗话讲的 恶语伤人恨难消 这个伤害的话 就好像刀子一样 伤到了人家的内心 痛如刀割 他可能这些伤害的话 一辈子都没有办法释怀 所以人跟人 这么难得的缘分 不要因为一时言语的 这个失当 造成彼此一生互相的遗憾 这样就很不好 那多说 这个关怀的话 所以好语一句 山东满 恶语伤人 六月都觉得很寒冷 所以老祖宗这些教会 都在提醒我们 讲话要厚道 所以人家不好处 人家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要帮人家掩长几分 不只不能去宣扬 还要帮人家掩长 他已经不错了 他已经很尽力了 我们不要太苛责 所以这个是在言语当中 形成一种对人的那种厚道 宽容 所以其实一个人积德 一个人损服 往往都在这个嘴巴 能够很厚道的就积服 很刻薄的就损服 再来少说命令的话 多说商量的话 商量能够集思广益 能够勃然重场 因为我们一个人看事情 很可能会有所疏漏 所以这个时候能够心胸宽广 广纳雅言 也能够把事情办得比较稳妥 那我们尊重别人的意见 也能赢得他人对我们的支持 所以商量才是 用德行来领导 那最后一句 少说批评的话 多说鼓励的话 其实像我们 从事教职的人 假如一个孩子犯错了 我们就批评 而且很刻薄的话 那可能这个孩子一辈子 信心都起不来啊 所以这个言语不可不慎 像我这个语文是比较差的 所以当时候老师说 同一个家庭交出来的孩子 为什么语文程度差这么多 这一句话呢 让我的信心足足 十几年都提不起来 你看那个高中的时候考语文 考倒数第二名 大学联考 考59分 语文还是没及格 是后来遇到我的师长 讲到这些文言文里面的 这些智慧是老祖宗 对我们后代子孙最大的恩德 而且是透过文言文这个工具 才能够沉传下来 所以把我们这一个障碍去除掉了 珍惜祖宗的恩德 所以才提起这个信心 因为祖宗告诉我们 人之初五 信本善 顺何人也 愚何人也 有为者 亦若是 我们也可以成圣成贤 你看我们念地子规 从头念到尾最有精神的是哪一句 物自暴 物自欺 圣与贤 可寻至 你看这个都是古圣先贤 鼓舞我们就能把我们的潜能激发出来 所以真的要多讲鼓励的话 其实我在这个求学过程当中 都不算是很优秀的学生 结果我的小学导师 还有我小学的自然科老师 他们都非常鼓励我 我记得那时候我在念高中的时候 两位老师刚好到了我们学校 那我很欢喜去找老师谈话 那谈着谈着呢 我这一位自然老师 叶老师 他现在也在小学当校长 你看会鼓舞学生的这些老师 他们也都很有成就 因为他们有这一份爱心对学生 他们的福分也越来越厚 这一位叶老师 他就跟我的小学的导师说 他说这个女婿 她这个是属于大价鸡免铁 你看这一句话 我已经从高中时代 一直记到这里了 你看我们常常 对自己比较气馁的时候 突然想到老师这句话 大价鸡免铁 所以我们不能自暴自己 还要继续砥砺自己 向上奋斗 所以后来我在读古书的时候 读到楚庄王的一个典故 楚庄王 他的故事里面有提到 因为楚庄王他是厚积薄发 三年不飞 他刚好有一个臣子 比喻他像大鹏鸟一样 说这只大鹏鸟是三年不飞 三年不叫 但是一飞就能冲天 一鸣就能惊人 所以我们大价鸡免鸟 慢慢积累我们的实力 所以老师的这句话就这样 一直留在我们的心田里面 所以后来我到很多地方 去讲中国文化 然后也回去找我的老师 我的导师姚老师 他现在也在小学任教 然后我们师生两人 谈得很愉快 老师也非常支持 我继续来弘扬这些文化 弘扬伦理道德教育 那我还拿了一些经书 送给我的老师 然后我们在吃饭的过程 聊得很开心 然后这个服务人员就走过来 说你们是什么关系 怎么这么和乐 说这是我的老师 那服务人员就说 哎呦现在老师跟学生 这么好的很难得 后来我把书送给老师 老师就说 那从今天开始 我是不是要叫你师兄 跟老师讲一日为时 终生为父 老师就是老师 但是老师最欢喜的 就是自己的学生 对社会能尽一些心力 能有贡献 这是老师最欣慰见到的 好 我们刚刚讲的这一段 是言语当中的学问 要谨慎 其实不止这五条 我们能静下心来 观照自己讲话的时候的心态 一有不对了 就应该要修正 一定是跟善相应 一定是跟后道相应 这样的言语才是正确的 好 再来 我们再讲到 勤俭为十家之本 勤俭才能够让我们的家道 能延续下去 我想到曾国藩先生 在他重观多年 看到了很多的人家 也有接触到广大的这些 围观者他们的家庭状况 他说到 围观者的后代 几乎都传不下去 传了一代两代就完蛋了 因为这些围观者 有权有势的人家 子孙都是染上了 骄涉淫逸 很骄傲 很安逸 接着就很放荡 之后就 可能沦为乞丐的 可能死在他乡的都有 就非常穷困潦倒 所以 曾国藩先生就说了 他观察 子孙要延续三世代不衰的 一定都有勤俭的 美德 要能五六代不衰的 一定都有谨慎 很朴实的家道 谨谱 我们在听这一段话 要关照 我们有没有勤俭 我们有没有谨谱 而要真正超过八代十代不衰的 绝对要有效替传家才行 那曾国藩先生又提到了这个情节 他说看家败 败在一个奢字 奢侈 人败 败在一个义字 放义了 不勤劳了 懈怠了 讨人厌了 败在一个交字 骄傲了 所以曾国藩先生说 一个家庭败下来的 可以看他三件事 第一 他的子孙睡觉睡到几点 假如都很晚才起床 那这个家庭一定很懒散懒惰 这个就败了 然后看他们的子孙做不做家事 假如家事都假他人之手 那这个家族也要败了 所以曾国藩先生虽然 位居四省的总督 但是他的子孙都是自己 干自己的家伙 不假手他人 在养成这个勤劳的态度 然后第三点就是 这些子孙有没有读圣贤书 他才懂名礼 他才懂做人的分寸 所以子孙虽语 经书不可不读 而我们看到现在的孩子 这个勤劳没学到 很懒惰 这懒惰谁造成的 家长 你就把书读好就好 其他的事都不用管 懒惰的习性养成 他以后怎么会勤劳呢 所以看孩子要看一生才行 所以曾经在大陆发生 去上大学没多久的时间 不适应学校生活 为什么呢 第一 嫌学校的饭菜太难吃 太难吃自己煮 不会煮 第二 不会洗衣服 所以觉得活不下去了 你看饭太难吃 衣服不会洗 就很烦躁 忍受挫折力很差 真的自杀了 所以这个都让我们真是 听了都瞠目结舌 难以想象 这些都是现在发生的事 所以说下一代 我们不是称他们叫草莓主 生活能力太差 结果这件事发生了以后 居然有媒体报道 说有一个厦门的孩子 到山东去读大学 结果打电话回来给他妈妈说 妈妈我很想喝你煮的云吞汤 他的妈妈隔天一大早把云吞汤煮好 坐着飞机到山东去送云吞汤 然后报纸报完之后就说 假如每个妈妈都像这个妈妈 这么有爱心的话 那孩子就不会因为饭菜难吃而自杀 我们看到这些报道也很摇头 这些媒体到底有没有教育孩子的认知 都偏颇掉了 怎么样宠下去还得了 所以这个勤俭的态度 一定得要扎在下一代的心田里面 没有情跟简 他们真正持家了 那家里会一团混乱 会日不复出 所以俗话讲的 有简入色意 有色入简 不只奢侈很难再变成情简 懒惰也很难变成勤劳 所以所有的习气染了之后 要回到好的德行上都不容易 所以让孩子从小养成好习惯 对他的一生至关重要 好 那这一节课 我们就先谈到这里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